大家好,我是吴爱奇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10月4号 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下明天的桌球比赛 明天的五大联赛 第一场是英超 英超的狼队和布莱顿 狼队主胜是3块4毛2 平局是3块3毛5 主副是2块1毛6 1块05受平半 主队是1块05受平半 8毛1 布莱顿放主队平半 他们的联赛成绩 狼队目前的联赛成绩是2胜 4平7负 布莱顿是5胜 3平4负 相对来说呢 是布莱顿好一点点 他们以前的六场比赛是2胜 3平 一负 相对来说是狼队 多赢了一场 所以他们的水平还是脚碰脚 半斤对八两 从赔率上讲 从赔率上看 他的基本面 是布莱顿更好一点 从我手上的挂项来看 我也看好布莱顿 那么布莱顿放他平半 那么这场球 该怎么下注 选一个平手盘 选平手盘 下布莱顿 选平手盘 下出布莱顿 第二场球是英超的 诺丁汉森林队 诺丁汉森林队 布伦特福德 主圣是两块千毛切 平局是三块三 三块三毛三 主副是两块五毛四 他是平手盘 一块零五 对八毛一 应该说 课对更看好一些 从赔率上来看 课对更看好一些 目前的联赛成绩 两胜 组队的联赛成绩 是两胜三平八负 课对是三胜六平四负 都差不多 半斤八两 所以谁也让不起 他们之间的网界 是三胜一平两负 从技术面上来看 课对更看好一些 赌博公司更看好课对 但是从我挂项上面来看 我看好组队 选平手盘 本来就是平手盘 选平手盘 下注 组队 诺丁汉森林 像这种盘 像这种盘口 有可能会有很多 比如说是 课对 放组队平板 或者是组队放 客队平板 都有 所以选择 平手盘 下注 诺丁汉森林队 我更看好组场 下面场 亚特兰大和纳布洛斯 今年的亚特兰大贴的还是蛮不错的 现在的联赛成绩是第二名 第一名 那就是纳布洛斯 什么A系米兰 什么国际米兰 都到后面去了 亚特兰大祖胜 3块4 平局 3块6毛6 祖父2块4 0四 说明还是看好 纳布洛斯 放平板的 8毛3 瘦半球 他瘦半球 放的够深了 1块0三 纳布洛斯 放亚特兰大 半球 你看2块0四分的 他放了半球 是不是有点深了 目前亚特兰大的联赛成绩是八胜 三平 一副 纳布洛斯是十胜 两平 还没输过 他们的网绩是三胜 一平 两副 网绩 他们的网绩是亚特兰大 更好一些 从这些 基本面来看 似乎都看好 纳布洛斯 但是从挂项上面来看 我看好 主场 亚特兰大 那么选一个 寿浪半球 选 寿浪半球 下注亚特兰大 选寿浪半球 下注亚特兰大 这场球打平 就全赢 我更看好亚特兰大 这场球很有可能是平局 第三场 N玻璃 N玻璃 主胜两块七毛六 平局三块四毛四 主负两块四毛七 这是场平手盘 也看好 萨索洛 恩玻璃的联赛成绩 目前是两圣 五平 五负 萨索洛 萨索洛呢 是四圣 三平 五负 差不多 半清八两 他们的往戒 是两圣 四负 相对来说 萨索洛 更好一些 但是我从挂项上面来看 首选 平局 首选是平局 第二种选择 那就是平手盘 下注 萨索洛 我更看好萨索洛一些 两个选择 第一场球是 第一个选择是平局 第二个选择是平手盘 下注 萨索洛 这是恩玻璃和萨索洛这一场 最后一场 多特蒙德 德甲 他的赔率 主胜一块二毛六 平局六块零欠 主负是十块两毛二 放球半 到两球 球半两球 他目前的联赛成绩 是七圣 一平 四负 波红 他是两圣 一平九负 他目前是 十七名 联赛第十七名 多特蒙德是第四名 差的太多了 但是从网绩来看 两平四负 从网绩来看 是波红队 网绩比较好 但是从目前的 联赛成绩 以及 主场 课场来看 多特蒙德 更好一些 从我的挂项上面来看 主胜 这场球 我选主胜 前两场球 前几场球 多特蒙德 课场 还输的 主场 还是能够赢的 所以目前 他是主场 结合我的挂项 我认为 我选择 主胜 这是明天的 五场球 这个视频 就讲解到这里 我认为 对 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